美军B-5RH轰炸机右翼受损照在网上疯传 美军证实了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美国空军一架B-5RH轰炸机右翼严重受损的照片 12日在脸书上疯传 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大尔空军基地12日证实 位于该州西北部的一基地发生事故 但并未说明事故的具体情况 据美军维修操作中心备忘录显示 飞机所有受损碎片都已找回 右翼间及右边邮箱的前缘机翼外侧都有严重损坏 被忘录介绍说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也没有更具体的受损情况 报道称 这架价值8400万美元的B-5RH轰炸机 是20世纪中期美军部署 目前仍在服役的76架战略轰炸机之一 受损图片最先由一位Air Force AMN的用户在脸书上发布 有网友留言称 这应该保密 不知道该用户接到多少电话 照片谁给你发的 还有人称 一条小小的胶带就能修复 做静态显示维护的人应该承担责任